Hello Big Bang来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徐坤 奔跑吧第五季已经开播几期了 蔡徐坤作为主MC之一 不光体力脑力持续在线 还贡献了一秒钻备窝等名场面 简直是被综艺之神眷顾的男子 综艺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 音乐方面蔡徐坤也是不遑多让 新专辑迷一上线就取得非常棒的成绩 真的猴腮雷 赶紧进入我们的专访间 感受坤的超绝魅力吧 这一次出发有刻意的让自己多吃一些 就总结了经验嘛 如果你不吃饱的话 你是真的跑不动 其实身体也都很健康 我听说之前有人说 我有就是胃不舒服 其实根本没有的 大家还是不要乱想象 对对对挺健康的 别担心 紧张到你没有什么紧张的了 就是有时候节目组比较调皮 会搞一些什么看似很恐怖的东西 瞎瞎我们 但是其实我们也就是配合你们而已 只是给你面子 那面子那些就是体力 体力上面那些有什么 就是设施要在游戏当中照顾其他各个女人 基本上嘉宾的话会比较照顾的多一点 就可能嘉宾来 我可能还是会撕一下 但我不会真的把它撕掉 基本上 然后女生的话会会 基本上会照顾一下 对对 对用言人做 对自由 有有有 大家还是有很配合的在 很配合的在 而且特别好玩的是 就是我跟姚PD聊的时候 其实我都没有跟她提过 说宣传专辑或者打歌这些事情 但是她都会自己去帮我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很感动 很温暖很温暖 明场面这个东西 你一般没办法去想 你想到的基本上不会变成明场面 就是那些你想不到的 往往就变成明场面 但是那个被窝 不过我是真的没有练过 我也不知道我这么擅长睡觉 对吧 有时候真的是意想不到 而且那个表情包 我自己就有好几个版本 什么累了睡了 我先滚了下班了 不疼 那个床还是比较软的 其实我的速度十块十半 有些大家可能都特别跟进的东西 我可能是后知后觉的 但是也有些是我是冲在一线的 对对 好像没有 好像现在一时想不到 对对对我会特别的去看每一个人的评价 因为我很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对于歌曲的感受也好 理解也好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歌词 每一个字 歌的主题 概念 封面 等等等等 我特别喜欢也特别乐意去看大家的评价和反馈 这样也是一种吸收 一定会 基本上都会被我看到 看到的比较多的就是 比方说 他们会有说 听完了情人 再听你 结尾的 Be My Lover 这种我的一些小心思 他们能够感受到 还有就是 我的 唱腔也好 音色也好 这一次的歌词也好 他们会 有自己的分析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析 有的人觉得像是 一个梦 有的人觉得像是一个爱情故事 有的人觉得像是 我在跟自己对话 那关于这个解释 我觉得我不会去给 因为它是迷 迷如此迷人 如此神秘 近着大家不断去听去解析 时听时心 每次都有独特感觉 就像蔡徐坤 无穷无尽的魅力一样 总能带给人 意想不到的惊喜 相簿刷了 特朗俊要再去听听 蔡徐坤的新专辑 接着刷一期奔跑吧 被坤迷倒的朋友们 一起呀